欢迎收看欢迎把抓 我是章道合 我们先来看到今天四个关键字 赖的为鉴多种解释 超私合约大灾问 连鼠一条龙赚三百颗 荤素不计全收编 今天我们将从台湾总统大选 现在是每个候选人 都被拿出来放大检视 光是违鉴这个议题 从柯文哲开始到现在 变成到了赖清德老家 到底是不是违鉴呢 两个关键 民国七十年前是否存在 民国一百年前有无新建修缮 现在民进党拿出了这些空照图 能解开选民的疑惑吗 而选民现在有疑虑的 还有但啊 我们堂堂的农业部长陈吉仲 他摇身一变 弄得自己像是超私的发言人 讲了一大堆啊 内容直接去打脸了 合约不同啊 超私到底先垫钱 还是空手套白狼 怎么讲法跟合约不同 那合约是定假的吗 而现在郭董连署 掀起了打工热 一条龙式的连署 身份证两百元 收集的工作人员一百元 听到这边不对啊 这不是公然违法吗 黄世修现在紧急消毒 却曝光目前连署的难度 而现在更难的是他 柯文哲 他从违剑到党员染黑 民众党被牺牲 叫做民众堂 重创选民形象 现在最新一报 是之前被笑称 逃打解的国民党 金融市议员吕美龄 怎么穿起了民众党的背心啊 几乎坐实他加入了 柯正寅究竟是广纳贤财 还是乱收一通 今天四大话题 圈盘分析抓弊端 现在介绍今天四位特别来宾 第一位时事评论员黄毅忠 主持人大家好 直政媒体人黄永敏 大家好 台北市议员刘采薇 大家好 时事评论员周伟航 大家好 好 候选人的违劲问题啊 我们从赖清德 我们也看到了柯文哲 柯文哲违劲问题啊 妈妈出来差点哭了 很哽咽 我们有违劲人家也要拆 而现在这个违力标 咻咻咻 马上回来 回到他身上了 赖清德 现在赖清德老家 也被说是违劲啊 最主要就是你看到这张图片 中服84号 他没有使用的执照 他没有建物的登记 他没有税级的证明 听起来是不是违劲 好像是啊 第一时间 新北市府说 好的确 他位在山坡水土保育区的 矿业用地 可以认定是违劲 好 这个说法出来之后 大家炸锅了 哦 副总统违劲 但是新北市府的说法 却一变一变一变一再变 他第二个说啊 这个算是既存违劲 将会依序排拆 不会拆罚 最后一个说 但是如果你可以证明啊 在70年的2月15号前存在 可以认定是合法的房屋 所以他变了非常多次 现在最新一报就是你只要确定啦 你这间房子啊 在70年以前 民国70年以前已经先建好 不会怎么样啦 还有第二个就是 新北市政府啊 100年6月2号的时候 颁定合法房屋处理要点 不能擅自新建修缮改建旧的建筑物 简单来讲 好你现在可能是民国70年以前的房子 但你在民国100年之后啊 你不能做一些修缮啊之类等等 不然会有违法的这个可能性啊 也会被拆掉 所以现在赖富这件事情 他说了两个说法 第一个 他说我的房子啊 在民国60年前 民国60年就拿到了门牌 那是不是就跟我们刚刚讲啊 你已经这个建物在70年以前就没事 他说我门牌60年就拿到了啊 所以不是合法吧 第二个是 我房子的确年90休 所以在民国92年到93年的时候 我的妈妈跟我的兄弟有修缱 那就跟这个我们刚刚100年讲的是一样 完全都解套了嘛 好那是不是就是因为这样子 所以不算违贱呢 当然各位观众朋友 你必须要讲一件事情 这个只是赖富总统 他现在单方面的说法 你的证据要拿出来啊 证据究竟在哪里 一中哥你怎么看 证据在这里 今天赖富其实他有接受媒体的访问 大概讲了三分钟 其实你看那个讲的那个态度就是 微微的到来这件事情的时间区 刚刚主持人提到 就第一 他有两个时间点 第一个时间点就是 民国70年的2月15号 因为这一个地方是保护地 所以在民国70年2月15号以后 他就列为区域计划的管制 所以重点是赖富就讲说 我的房子是在民国70年以前取得 事实上他是在民国60年 这边有大家有看到地号 这边是民国60年的时候取得门牌 然后另外你对照那个空照图的时候 其实也是看得到 在当时 因为70年以前 他的房子84号早就已经存在在这里 所以他们提出这两个证据 就是证明一件事 就是说 赖富的老家的房子 其实是存在在民国60年 也就是说 在区域计划管制之前 民国70年他已经存立 那第二个真点是说 那当然他的房子有修过嘛 因为他那个老房子在公了 所以他说 刚刚主持人提到 他在民国92、93年的时候 有去进行过这个修缮 那好啦 那这个修缮到底合不合法呢 也是按照那个 新北市政府刚刚前面有提到 100年6月2号这个 合法房屋的处理要点 所以在之前是OK的 这个法令出来以后 就不得擅自所谓的新建修建改建 所以从这两个时间点 所以今天赖富很清楚的说 我这个房子 在这个两个时间点 以前都做好 所以平常讲 你说他是不是违建 那当然是违建 但是他是在法规以前的违建 那我们知道 法不溯及既往 就像可能你看台北市很多那种 房子不是顶头都有加改嘛 那他一样 他签了民国84年 以前的这个是寄存违建 只是他是违建 以后都不能再动 但是他是 应该说不外法规 那所以赖富这个情况就是说 所以有人说 他到底是不是违建 他是违建 但是他是在 法规以前的违建 这两个时间点 所以在合法性来讲 法不溯及既往 所以他 可以说他是一个 合乎规定的房子 这样讲 好 刚刚我们看到 他拿出的这张图是 民进党在民国69年这张空照图 我们来看到的是 GPTT网友也把整个空照图 全部都整理出来 我们来看到是民国68年 民国72年 民国93年 我们先从68年来看好了 那因为我们刚刚说 这是矿业用地嘛 所以看得出来这是什么 矿工的宿舍嘛 所以感觉起来没有什么 到民国72年的时候 好像跟68年有一点差别嘛 变成一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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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不是 真的是如他们所说是在70 民国70年之前就已经存在了 看起来是72年才有啊 接下来看到民国93年 哇更明显了嘛 一间两间三间四间五间 所以我们可以从民国68年到民国93年 这样看过来 来波基哥你是怎么看的 首先第一个就是说 有门牌就不是违建 那黄国昌这个前委员 可能就要开始说 我家也有门牌啦 柯妈妈也要说我家也有门牌啦 这两回事 那第一个我觉得 刚刚义中讲的很清楚啦 第一个 他这件房子 他有没有办法去用法来去处罚 要拆或是要罚 还不一定 确实还不一定 他有可能是所谓的既存违建 那个就是说 即便今天法律有定了 可是因为你在这个法律 定定的这个时间点之前 你就存在 所以这个叫做既存违建 既存违建他们通常政府就是说 那你就就地合法 但是呢 你的使用是有受到限制的 你不可能再去整建 不可能再去整修 只是说因为他刚好在这个新北市府 公布这个所谓合法的房屋 就是说你合法 但是呢 你不一定是可以去扩建 那那个时间点呢 也在他的整修的时间 也在那个法班部之前 所以目前看起来 你只要能够证明民国70年以前 这栋房子就存在 那就没有问题了 看起来是这样 可是 现在有几个疑点 第一个 为什么这个建物 你知道这个建物 虽然它有门牌 但是它是一个幽灵建物 它这个土地的地极成本 昨天有 那个网路上都在流传 有媒体也报导了 这个地极成本 这块地 这个所有人叫赖某某 他的地址刚好跟赖清德之前 在台南住的地址一模一样 基本上就是他的儿子继承了 在2011年以后继承 那为什么 这栋房子没有建物 他那个地极成本上面说 该地的上面的建物 林栋 有土地 但没有房子 他说我的土地上面没有建物 可是为什么 有啊 我有给你门牌啊 那这个建物的所有人是谁 我觉得赖清德副总统要讲清楚 那还是说 因为包括他自己哦 赖清德副总统 他过去在当这个立委的时候 他曾经在财产申报里面 也申报了这块土地 因为这个还没有 传到他的儿子手上 他继承了这块土地 这块土地上面的建物 那时候也没有申报 到底这个建物的所有人是谁 为什么这牵得到什么问题 第一个 你的建物要缴什么 房屋税 对 你是合法的建物 你应该每个每年要缴房屋税 请问赖富富总统 有没有缴过房屋税 就是这个老家的部分 他很便宜 他不贵 但是他 你依法 你是一个合法的房屋 你就是要缴房屋税 有没有缴 我觉得这是第一个疑点 就是说土地有 有所有人 但是建物目前是一个幽灵建物 即便有门牌不代表他存在 这是一个很奇特的现象 但是我觉得新北市政府 也没有把完整的全貌讲清楚 因为昨天有新北市府一度说 这个房屋没有实用执照 没有税籍 就是违建等等 我们不管他 因为最后还是要由新北市府认定 但是呢 我觉得这个房屋 现在到底这个建物谁属 是一个要先厘清 如果今天就是 如同他的土地的所有人 就是赖清德的儿子的话 那我觉得相对来讲 整个事情比较单纯 赖副总统就只要把这个事情 认定有没有合法 过去有没有缴税 把他讲清楚 这个事情就过去了 可是如果这个幽灵建物 他是没有 无主屋 然后呢 可是我们的副总统 现在常常回去住 那就有点奇怪 现在农历7月 我想说 为什么这个建物都没有申报过 是怎么回事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疑点 那第二个就是说 这块地上面到底有建物 比如说像之前 黄国昌他被检举的 他的这个 所谓的保育用地的 这个上面的这些所谓的违建 要不要拆除 这些等等的 都是后续 我觉得市府 新北市府 必须要做赶快认定 我觉得也不用影响到大选 这不是了不起 不是严重到什么样程度 但是讲清楚 说明白就好 老师我们刚刚提到了 新北市府一日三变 我刚刚念出这三变 那你新北市府不说清楚 我们怎么把你的标准 拿去检释赖富雷 讲到这一个违建的问题 小弟自20余年前进入政坛以来 已经从助理一路做到服务处主任 一半的业务都是违建 台湾什么不多 违建最多比活人都快要多了 好 那讲到违建 其实最大的特色是 中华民国其实没有一套标准 对 各地县市府一套标准 再搭配中央的法令 呈现一个开花的状态 老师说 没有到现场去看 没人知道到底怎么样 我就问到底要不要去现场会看 什么时候去嘛 大家所有各相关局处叫来嘛 这个管矿的啦 管房屋的通通来 如果赖金城那边要派个新北市议员 通通来 大家现场判断 到底该怎么解决 因为现在讲违建 这两个字有点空泛 台湾人现在要看什么 血流成河啊 你讲违建不要紧 罚钱太少了 这能罚多少钱 我要拆 我要把它爆破 好 重点来了 能爆破吗 这在他心中真正的关怀嘛 所以不知道他在讲什么 违不违建 你就告诉我 要不要拆了 要不要拆 那新北市政府 就突然圆了 因为他还没去现场看 他就说 违建 就是违建 这基本上是句废话 但是 他也没说这个到底是要不要拆 不拆 因为他不敢讲 你没去看谁知道那是什么鬼东西 所以现在问题就是 大家都卡在一个 新北市议员不去 民进党说你来你来 新北市说 我们慢慢来 我们慢慢来 大家都有点想要把它政治化的意图 可是又因为结果不可控啊 大家的动作又稍微有点扭扭捏捏 所以我认为这个问题真的要下转的话 去现场一看就好 也不用讲什么赖富的什么 口气平稳 有一个门牌啊 有空照图 去现场大家对来看 现场大家比拿出来签下自己的名字 才算是一个真正的结果 周一到周五晚真十点 请锁定 环宇地板撞 彩卫 我们刚谈完维建的时候 大家的说法有非常多 现在连民进党要出来护航 自己也搞错方向是不是 其实我回应一下老师 这个新北市政府呢 公务局它是有到现场 它是有派员到现场了解的 那他们去了解 确认违建 他是确认是违建的 然后那一边是土地类别是矿业用地 目前查不到的是包含了你的建筑执照 跟使用执照 但是非常明确 它就是违建 但的确它是寄存违建 所以目前新北市政府的态度 也非常明确了 因为它是寄存违建嘛 所以它是列入排拆 但是哪一年排拆 到你的这一间不知道 因为基本上寄存违建 它不会去主动去拆 除非你是那种有立即危害到公安危险的 它才会急报急拆 那通常不管是新北市 或者台北市 各县市都是一样啦 寄存违建 它都有个潜规则 那就是我不会去动它嘛 所以通常为什么 我们每一次在接到违建的这一些 投诉啊 或陈情也好等等的空照图 年份到底是哪个年份盖的 那个永远都是第一步 你要先去认定的 好那我们现在认定它是寄存违建 但是赖清德他今天的说法 他出来说明很似两拨千金 刚刚其实波及格有讲到一个了 就是门牌的问题嘛 他现在是说 我有门牌代表我这个是合规合法的 No 完完全全不对 因为有门牌不代表存 不代表存在你就是合法嘛 他必须要拿到他的起造证明跟使用证明 为什么那个时候是会有这个门牌的呢 那时候有门牌的目的 他只要让政府去好管控你的这一些违建 让你方便去 知道你这个是违建 那你要找哪一种税等等的 那基本上呢 在我们台北市的法规 我们的地幕管控是比较严格的 比如说我们是商业用地的话 那可以住人 但是他会有相关的规定 如果你是完完全全的住宅用地的话 那你是完全不可以有商业使用的 也就是说你不可以在那边煮菜啊炒菜 就是你不可以有商业盈利之用 你不可以在那边开小吃店等等 很明确非常明确 所以新北市今天 我觉得也要告诉大家 今天赖清德的这一个他矿业用地 那如果他有居住适时的话 是不是违靶呢 甚至其实刚刚都有主持人提到说 赖清德其实之前有带过一些其他的贵宾 到他的家里去吃饭 那这样是不是有使用事实 这是不是尾把 那个吃饭是有明确的影片的哦 抓出来好好的说明清楚 能不能使用 我觉得这才是新北市政府 现在要去厘清的东西 好刚刚波基哥有提到一个最关键 就是土地是谁的 那上面的房子又是谁的 好今天周刊有报导了 我们来看到赖清德老家资料曝光了 土地权啊不是赖清德 是赖清德的儿子啦 但是标题直接讲很明白了 建物没有登记也无法 无合法房屋认定的记录 我们可以看到我画的红线啦 目前该笔土地是登记在赖清德的儿子 赖庭与名下 经查巡建物没有登记 没有税及证明 没有建筑执照等等 好我想给大家看的是第二段 有这个房仲专家分析 那如果你建物若无建造 其价值便会算进土地里 所以赖清德当时把这个土地赠予给他儿子的时候 那他的额外的土地增值税其实是会比较高的 那我就问土地增值税的问题 现在赖富要讲清楚了吗 来伯极哥 对这我就是刚刚一直在强调 如果今天有门牌就不是违建 那全台湾的违建户以后就拿着赖清德的这句话 我有皇帝遇事免死金牌 拍谁来 各位市政府官员来看一下 这是我们家的门牌号码 我们有门牌所以不会是违建 不能这样用 不能这样用 这句话完全是错误的 所以还是要强调 既然今天这个建物到底所属为何 所属是谁 把它讲清楚 我觉得这个事情真的不严重 因为这个事情是因为打到柯文哲老家的违建 才一个回力标往赖清德的老家打 那这个其实讲清楚了 因为万里老实说 在新北万里过去又是个矿区 那大家不会太在意他这边的土地 什么有什么草地皮或什么问题 你违建那个也占不到什么便宜 所以基本上我觉得把事情讲清楚 厘清 然后呢如何让新北市政府去认定说 这个相关的建物 比如说你整修的 是整修完之后来就没有再去修吗 你的屋顶就没有再去做整建了吗 或怎么样的 把它厘清清楚就好 那至于政治语言都可以减少 因为我们就是看专业的 税级证明有没有 使用执照 这个建物的登记 这些才是关键 看起来这是刚刚波基哥提到三个都没有 尤其是我们刚刚提到 他现在已经把这个 赖富同已经把他的这个土地 已经转给他儿子了 但是我们来看到的是 工职员生产财产的申报表 这是民国98年的时候 赖清德 我们看到二不动产土地这个地方 已经帮大家画了起来了 在民国98年的时候 他的确在土地的这一块 他是因为继承的关系 你看到是台北县万里乡 中万里家头段 中福子小段 一大堆 这边都已经写清楚了 但是非常怪咯 98年的时候 不是有建物吗 那建物上面怎么没有咧 那土地是你在建物上面 在建物这个地方只有台南市永华路嘛 那你说土地没有建物吗 但是看起来是有建物的啊 老师这我们应该要怎么去解释这件事情 好 两个可能 第一个建物原来是就是有产 就是他有一个产权在 这个产权是清漆的 这是第一个可能 第二个从来都没有包过 也就是说上面的建物是自己盖爽的 但是他是已经从最早期的 矿工宿舍的根基开始 他就是没有出现在政府监管的范围内 也就是说他可能真的一开始是个工僚 工僚逐渐强化 越来越盖越盖越大 最后变成一台钢弹这种感觉 但是像这种东西啊 其实在出来选之前 大家都没有很认真处理 因为我们做选民服务 我们真的处理过 很多这种纸借的问题 就是这块地是我的啦 我卖给你的 这个地号就是对这块地的 但他就说好那我就说这块地号对这块地 他去交易了之后 他都一直以为那个真实的土地 是对到这一个地号 可是实际上呢 等到正在进政务部门去查的时候 这一个地号是对了天外的另外一块地 差这么多啊 这一块你以为是你的地 其实又是另外一个人的地 可是这个事情为什么拖那么久 都没有解决 因为都是亲戚嘛 反正都是你的地也是我的地 都是大家都是一样 这个土地不会特别肥沃 住起来也没有特别爽快 就是过去的摆烂 所以我翻译成现在大家比较能够懂的是 一开始的时候 也许真的是一大家族人出来这边 大家各占其中的一间 那就讲说好这个就是登记在谁那边 然后这个就是怎么样 那至于说 这个房子盖起来 有没有去做申请 有没有登记 有没有去做合法 管他的 反正老人家不懂嘛 有得住就好了 历来就不断地持续交讲 其实在台北市内都还有 盖在水利地上了 都还是有 所以这种事情办到现在 等到儿子出人头地 那里变成龙岁啦 要选总统了 大家才恶然发现 原来房子是幽灵 土地根本不是对的这一块 这个时候 那当然是就是趁机来赶快做一个检视啦 所以我昨天有其实有问民进党那边 就是这个东西大不了 全打掉了算了 可是人家说可是 赖富从小住在这里会有感情嘛 他放不下嘛 所以我认为现在这个问题 就是卡在赖富心中的感情 还有民进党急着要下庄 下庄的这种想法 两个现在正在激烈的碰撞 老师你意思是说 这一块地原本可能是 哥哥 叔叔 妈妈 亲戚 婆婆 什么三姑六婆啊 所以现在有很多种说法 到底是赖妈妈的还是亲戚的 就是因为这样才会罵表情 那都子来子去都会说是 这不是谁的吗 那个是谁来住在那边 但是实际上也不是他 实际使用者就是赖亲戚 对 是差不多都死光了 不管怎么样就是他在使用 因为就我了解啦 你知道他还没上任副总统之前 他选完喔 就在这个他的这个老家 就宴请他们赖系的立委 子弟兵就在那边请客 招待所啦 对对对 就有点像 蛮常回去了 其实蛮常回去了 那赖富总统是蛮常回去的 没有错 可是所以旁边才会有个港哨 有没有 有一个那个便衣的 那个国安局的 是要在那边当这个特使 所以像赖富总统 是实际使用者 那你要你应该要把这个 房屋的状况说明清楚啦 那这个不叫 这个已经不是你私人的问题了 你注意哦 旁边有国安局的港哨 表示我们的国家资源 是有在保护这个地方的 所以这是一个公共利益的问题 嗯 来我们来看到是 我们刚刚谈完赖亲德之外 前面会说回力标打到他 前面打是谁是他 柯文哲啊 老家被曝为鉴啊 他说该拆就拆 但柯文哲同时 也嘴巴比较坏一点 他说要不是你们新闻报道 我都忘记我们家有五楼了 他有说我妈非常气啦 那他也说这二十多年没有上去啊 你说我家五楼是为鉴 呵呵 我又不知道我五楼里面上面是有什么 来一仲哥你怎么看 他说他不相信 他不知道他们家有五楼 这个你问我信不信 我是不是真的不信 我觉得他有 其实有时候这种事情就是 凭梁英讲这些事情不是什么 多了不起的 你说像赖富这个房子 跟柯文哲那个顶头夹盖 他并不是多 大家扪心自问 你的周遭亲朋好友 有没有这些类似的 多多少少有 可是因为今天重点是 因为你们要选总统 所以必须要拿到最高道德标准去看 那从柯文哲的角度 其实我觉得他们家问题 倒还不是那个五楼 他们家问题比较大可能是那个防火箱 就说原本只是抓出那个空照图 就用那个Google地图去找出他那一块嘛 现在我觉得他问题可能比较大 是他地上那一个防火箱 防火箱里面还加装铁门 如果是防火箱的话 我很难想象说 当然防火箱的地可能是他自己的 可是你有听过 防火箱可以加装铁门这件事情吗 所以这个才可能是问题比较大的地方 当然柯文哲这个人嘴巴就是 他就是一支嘴 就是说我怎么不知道 可是那我就问柯文哲一个问题 你不知道你们家有五楼 那你总知道你们家楼下有一个铁门 是防火箱这个 应该进出的时候都看得到吧 所以你看他就是毙掉这一块 他是讲上面那个东西 所以结论就是啊 就是我就觉得说 谁上约的被酸中痛 就像柯妈妈也觉得很衰 而且他的邻居可能也觉得很委屈 因为可能不是只有他们家 就像王国昌的房子被拆的时候 他们邻居的也要被拆 那同理可证 柯文哲家 等到那个进去要去拆的时候 可能附近的那邻居也刚刚就衰 说你们家在酸中痛 那为什么我们家的房子也要被拆 可是没想到谁叫那是龙穴 他出了一个可能会成为 总统皇帝的候选人 所以大家就只能多担待 周一到周五晚间十点 请锁定环宇第八状 好 现在问题更大是什么 是蛋蛋危机啊 超四的东西已经烧了大概一周了 我们知道的是超四的发言人称急中 不 他是农业部长陈吉仲 他出来啊灭火有用吗 没用 越讲完大家疑问越多 现在侯友宜也硬起来 最主要是因为陈吉仲说 我要告邱毅跟徐巧新 现在是侯友宜说啊 请农业部对我来提告吧 因为我为了民众的健康 我无所畏惧啊 但是你要告之前 麻烦你先把我的疑问先解答出来 第一个疑问是什么 他说内部公文显示了2月24号农业部是规划 大家记住了是规划两个字哦 自巴西办理这个进口鸡蛋 但为什么记者会说2月24号是已公布进口来源国新增的巴西跟菲律賓 你内部公文写2月24号 然后你之后说2月24号已公布 时间错乱了 第一点 第二点超市是3月2号才复业 但是合约却载明 跟超市的合约是3月1号 我就问奇怪了 他没复业你在跟他签什么约啊 太奇怪了嘛 那另外也载明了哦 超市公司拿到报价文件就可以请款 就简单来讲就是空手套白狼嘛 你不是说超市虽然只有50万 但帮我们垫了很多的款项在上面吗 但合约上面不是这样写啊 但成绩中是说超市要先垫付 验收后才付款 这是大家今天讨论最大的 就是你合约摆在那边 那你就说一套到底是怎么样 现在中央续产会赶紧帮他的老板来擦屁股了 他说全数的款项跟合约不一样啦 是超市先垫款 那检验合格之后我们才付款 那我们就问啊 那你签合约是要干嘛 你合约签假的是不是 你今天合约签完之后我就说我要照我的方式走 那如果今天超市的但出问题了 超市也说那你前面没有照着我的合约走 那我也不要照你的合约走 到时候求常我们怎么办呢 那怎么可能会变成这个样子呢 好我们来看到的是今天 许晓星也去告发了续产会 涉嫌违法 这个银行法也告发了陈其重 涉嫌图利 他形容超市就跟高端2.0一样 伯极哥今天最大的问题就是合约了 合约写得很明白啦 就是说超市可以 他没有帮我们付完所有的钱 的确是中大讯会先给钱 中大讯会说没有没有没有 是啊检验合格之后我才付款 这一来一往问题点到底在哪 我们先从几个所谓大家的疑虑 就即便农业部开了这个记者会 都还没有讲清楚的 第一个你说超市去年9月成立之后 有从日本多次进口鸡蛋的这个记录 有这个时机 那请农业部就公布一下 请问超市是去年9月几号 进口多少公顿的 或是多少公斤的鸡蛋 进到台湾 几月几号到底几匹马 你把它公布出来这第一个 第二个 这一次的合约签的不是日本鸡蛋 是巴西鸡蛋 巴西鸡蛋是我国 过去从来没有进口过的鸡蛋 所以呢要有一个状况 就是说政府当你今天 有一个新的国家来的时候 是不是应该要去做 所谓的相关的农场 是不是要去查查 是不是要去确认 有检疫相关的一些报告 有没有问题 你如果今天只是纸上作业 没有实地去查验 或怎么样的话 你怎么相信这些来源的鸡蛋的安全 所以我说你不能因为有进口日本的时机 你就可以让他进口巴西 这两者是两回事 如果他过去有进口过巴西鸡蛋 我觉得就没有问题 所以这第一个 你进口的时机 应该要把它说清楚 不是说你就一句话 他曾经进口过 所以就没问题 这要把它讲清楚 这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 现在你看那个合约一公布 3月1号 那个今年3月1号 到今年8月31号 这合约日期 3月1号超市还是停业状况 什么叫停业 停止营业 根本没有错 对 他是一个停止营业状况 你知道他 履约期间居然有包括 他的停止营业状况 你不觉得很荒谬吗 那当然我觉得关键是 他的合约没有公布全套 他也只公布两页 最后一页 请农业部公布最后一页 为什么最后一页很重要 最后一页会有签约的日期 请告诉我们 你几月几号签约的 那你履约期间应该往后延 对不对 你就真平时 比如说3月10号签的约 你就3月10号开始就好 你为什么要用3月1号 另外还有一个 真正我觉得现在的一个 变成一个罗生门了 你的合约里面说 超市基本上只要 拿到报价文件 然后呢提供给续产会 续产会就会拨款给你 然后你再给这个 巴西的鸡蛋的厂商 然后呢厂商呢 收到钱给你一个 这个叫做收款的证明文件 你再报给续产会 完成这个所谓的付款的程序 这是合约里面规定的 结果呢现在续产会说 没有没有没有 我们没有照合约走 是超市全部去垫款 都是超市带垫 我们在之后全部 但进来了我们再付 好这两者有什么差别 如果今天是走前面我们合约 他这个 这是农业不公布的合约 不是我们乱讲的 农业不公布的合约是 等于是超市 他不是买 他不是去买鸡蛋 他是你续产会去买鸡蛋 委托超市去找鸡蛋 超市只是中间商 你这个鸡蛋 所有的钱都还是 续产会直接付 因为你还没有 但还没有来到台湾 我款项已经付给超市了 所以这个就等于说 超市就叫做代收转付 那个钱是续产会给的 然后超市只是代为转达 那你今天只做这样的动作 然后把鸡蛋运回来 你就可以赚8%的手续费 3000多万 不到半年赚3000多万 然后你说没有 我们没有土力 没有土力 我们讲今天台湾 进口这个贸易商的有这么多 为什么找上这一家 对不对 那如果今天这个逻辑是合理的话 那我们讲全台湾的 所有的公司都想要变超市 都想要 我只要这个 这个能够找到单元 我就可以赚3000多万 只要50万 好 那重点来了 刚刚讲这两套模式 有没有证据 没有 续产会只是空口说 现在是超市带电 超市要带电6亿的货款 6亿的货款 然后他们就说 我家族很有钱 没问题 请秀出 我觉得很简单 这个要证明一点都不难 请第一个 超市什么时候把这个 他的报价单传给续产会 续产会什么时候 把款项汇给超市 超市什么时候带电 把这个时间点拉出来 公布出来就没事了 大家就可以把这个疑虑 就疑虑就消除了 如果没问题就没问题 是到底是属于合约的那一种 还是你们续产会说的 那个实际的状况 所以我说把这个资料公布出来 不要这边讲说他带电 合约不是这样 你这样吵半天不会有证据 把证据公布出来 请续产会公布相关的资料 彩卫我刚刚提到一个 百思不得其极的事情 就是今天你找一个 50万资本额的 然后去做这么大的生意 你当然要签合约吗 因为这个保障是需要的 但是第一个违约的 竟然是中央续产会 他说我们没有照合约找 越听越觉得太奇怪了吧 可是现在那个农业部 又出来打脸的中央续产会了 对啊 农业部次长又说 哎呀 合约是合约啦 但是不一定全部都会 都会按照上面这样子走啊 所以现在到底是 谁说的话是真的 你不觉得很可笑吗 现在的状况 就像是挤牙膏一样 现在我们监督到哪边 抓出什么样有疑虑的东西呢 他就说到哪边 现在看起来月起出来的不是牙膏 是农包 我先来给大家看一个 这个是那个时候他们这个 陈吉仲 他公布出来的合约 然后呢 就被我们的网友抓出来 一个农业专家 抓出来他里面的一个采购货款 他里面有非常清楚的写到一个重点就是呢 有乙方以巴西鸡蛋供应方开立之报价文件 分批向甲方请款 甲方这句话是重点 甲方先以当下汇率以新台币支付乙方 也就是说呢 今天超司哦 只要拿这个文件 跟他们证明说 巴西鸡蛋在这边 然后我们的中央续产会 就会给他钱了 这个我还是第一次听到哦 然后在我刚刚说的农业部出来 说的时候呢 他还怎么澄清呢 他说哎呀 这是国际很常见的状况 国际常见 你拿出一个例子跟我说啦 我真的到现在我还没有听到任何一个标案啊 是政府或者是政府相关单位要先付钱的耶 而且之前不是还今天 应该是今天或前天呢 我们林涛他还不是还有说这个陈吉仲 他有说了有嘴有本票这件事情 那你今天农委会农业部 是农业部了 是不是要说清楚呢 到底没有本票 因为我觉得如果本票这件事情 是非常非常的荒谬的 有本票代表是什么事情呢 代表你中央续产会 你再向超司公司证明一件事情 证明什么事情 证明我付得出款项给你啊 那大家不觉得更奇怪了吗 今天应该是你超司要跟我证明你的财力 有办法去负担这个标案 怎么会是我中央续产会 要来证明我有能力给你款项呢 角色完全变了 今天谁是老大啊 我就问今天谁是老大啊 所以有很多很多的疑点都要清楚的公布嘛 还有这个资金流动 其实今天不要说是会议记录了 今天这个资金流动 你全部公布出来一清二楚嘛 才会刚刚提到一个很关键 本票本票怎么回事呢 来看到的是今天是林涛出来开记者会了 他说他在上了某台的节目的时候 这某台啊跟这个陈其中在视讯的时候 他讲出了本票两个字 他说啊如果超司真的有垫付 那就是超司拿现金直接把货款给巴西厂商 用不到本票 那如果依照契约呢 超司把中央续产会的钱转给巴西厂商 那也只需要代收转付 也不用用到本票 那他就问啦 陈吉仲口中的本票到底是干嘛 尤其是本票就代表什么 你有借款嘛 你代表需要跟中央来担保嘛 但是在记者会上你有听到陈吉仲讲本票两个字吗 老师陈吉仲到底想隐藏什么 好的这个因为是林涛作为人证 他没有市证带子被捡了 所以现在我们就照着林涛的模糊又清晰的印象来分析 本票一般是什么 担保用的啦 我付一个款式给你 或我跟你签了什么合约 你掉了旅约的保证 我来签一张本票 保证我会付钱 好 这件事情就代表了 存在某种付款上交货上的风险 原来的状况是 如果是农委会做庄的话 我就拜托你这个前客 你这个买办去给我国外采办一下 实际上应该是没有这样子的风险 你的货来我钱付给你嘛 可是现在就传出了 有一种可能性 钱先出去 不管合约怎么写 我们不管合约怎么写 钱先出去了 会不会怕怕 会嘛 可能会怕怕 每一个环节开张的人他都会怕怕 所以在这里面 势必就需要出现这种本票的担保 可是合约上没有嘛 那为什么会有这个东西出来 是不是电话讲一讲 是不是私下讲一讲 突然本票就是开始重要 你开一个本票 我这样付给你 我才不会比较害怕 虽然我相信你兄弟异常啊 可是必要的时候 防人之心不可无啊 会不会是这样的状况 我们集中凶 化世人 这个真的蛮会化的啦 那当然这件事情 也不是可大可小问题 因为他超支过急 前转很多手 中间的风险还好没有大爆 就只有小爆 有一批蛋进来不合格 陈菊仲好死不死 还拿这个小爆分 出来吹嘘 说这厂商体质好 不对啊 这个你厂商体质有什么关系 他只是个买伴 你管他体质好不好 这个买伴就在每天上面咳 只要能够把蛋弄来就好了 重点是 是不是你的这个表面合约走一套 实际上的运作完全是另外一套 合约只是要对监督者有一个交代 但是实质上的操作 是不是大家兄弟一场 大家各给一个方便 台面上一套 台面下一套 他自己都讲嘛 也不见得是一定是依照合约 我们叫做发挥合约之精神 創造最大的空间 这个是我们很多商业上操作 尽量常见的 当然现在大家在告的还是属于赢拉法 这个比较前端的部分 真实的这一块怎么操作呢 其实昨天民进党的人有跟我讲 他们看到成绩重战 真的有点火大 这个事情 早就上个礼拜可以解决 你给我推到这个礼拜 搞不好下个礼拜开议的继续打进一场 因为其实操作起来 这跟之前的那个防疫期间的那一些 包括从口罩啦 快塞四季啦 疫苗啦 不都很像 对 都是有人拿一个单子说 我在国外有兄弟啊 那现在是不是要有那个 鸡蛋商出去的证明 所以 这个东西其实真的炒下去 这个炒不完 那一切的癥结在于什么呢 成绩重的便宜形式 周一到周五晚间十点 请锁定 环宇第一把状 好最近我们知道郭董爱生气啦 早上生完气 然后下午说我口误 记者都骂了一轮好委屈啊 我很担心我现在谈这个东西 郭董你会不会又再生气啊 主要是这张截图啊 他把这个郭董连署的一条龙的价码都写出来 到底是反串还是真的啊 你可以看到说啊 他说各位好友大家好啊 有意愿参与郭台铭 联署打工赚钱吗 哇9月13日正式启动 总费用每份300 歪腰300也太少了 来分配啊 譬如说提供身份证的 可以拿200 然后帮忙的工作人员 可以有100块钱啊 那现在有几个说法 包括了土城的某前里长说 我们已经开始训练了种子讲师 高雄的某里长也有说 郭伴都找一些高雄 或是台北五党籍的里长 团妈或者是家庭主妇的 婆婆妈妈们 然后听到这个地方 大家想说 欸 联署可以这样发钱去搞 会不会违法 违反选霸法 有没有可能性呢 因此 好 黄师兄 马上出来说 给钱联署是违反选霸法了 绝对禁止 好 等官方公告的联署站点 那现在当然 这张截图也被人家说 是不是有人带风向呢 还是说真的郭伴 这个操作起来不利呢 这个我们待会要来谈 好 第二个 是郭董他最近跟这些地方派系 之前不是machima吗 现在好像没有这么好勒 第一个我们来看到的是 郭台铭宣布参选的时候 当时没有一些地方派系在旁边嘛 没有要脚嘛 那时候不是说 哇 这个地方派系选边站了吗 殊不知地方派系说 欸 你们喔 脑补了啦 超义了啦 我根本没有选边站 是我根本没被通知 可怜啦 那郭伴到底在干嘛勒 别再说我是郭伴人了 因为我都没有去过 那现在地方派系还有一个传言 就是关于钱的事情 他今天帮郭董办活动 你办活动当然是需要钱嘛 你要人 你要有物 你要有利 对不对 你需要钱 那我这个钱拿去跟郭伴做和销的时候 他说不行不行不行 为什么不行 要有单据啊 要有单据啊 他说拜托一下 我们这种都是发现金的啊 对不对 需要处于什么 你这样要单据 那如果我没单据 我这不能和销呢 会不会因为这个钱 现在传出因为钱 有没有一点小翻脸的情况呢 那另外之前很挺大的何胜峰 最主要是因为郭董曾经允诺他 这个723全代会前行销难投的茶叶 哎没想到一拖再拖 二拖三拖啊 直到近期才完成签约 那这样子郭董对于其他人的信任度够吗 所以现在变成说地方派系跟他是不是有点渐行渐远了呢 来一中哥照你的了解现在真的有里长在串联这件事情吗 一条龙300块有这么廉价吗 所以现在赖群组里面就有里长就是跟大家讲说 他说没有政党提名的只能拼联署嘛 啊这里有个轻松的赚钱方式 松来写错字 轻松的轻来写错字 然后跟你讲说把机会告诉你们 然后如果不敢的话 你们的家人收集一下也可以赚小笔的 两张四百块 什么叫两张四百块 就是说提供身份证联署的一张是200块 然后工作人员的话一个100块 所以一份联署书是300块 那如果你不要的话 你也可以直接提供身份证来给我们联署 一个四百块 就两张四百块 这个东西现在大家都说好像在打工一样 因为现在他们就就说用这样的方式 可是我要提醒大家就是说 如果这个是真的的话 那会有对价的关系 所以你看为什么皇室就跳出来讲说 不行不行 我觉得他们应该这样讲 联署需不需要金钱 要 因为你知道你想想看 你要联署是不是要设服务站 然后你有那些设备机器设备这些 然后有员工 所以联署每一份是要成本 这个是没有问题 但是他不能直接对价 所以你用这样的方式 把它再大大大写出来的时候 这里面我觉得会有违反选拔法 而且这个事情可能会很严重 所以现在我觉得 从这个东西看得出来就是说 我觉得郭伴他们在联署这一块 他们现在遇到一个瓶颈 什么瓶颈就是说 原本他们想像就是说 可能大家地方派系投人来 帮他们处理这件事情 可是现在一方面是派系这边有点 对金钱上的那个支付上 如果要先什么开款项 开发票这种 或是开票去 这个可能没办法 那二方面就是说 如果用他们这样的方式的话 这样看起来 如果你是这样哒啦啦讲的话 这会有违法的问题 应该是说你委托 我是这样讲说 你郭伴委托 可能不管是里长或是谁 来帮我收集这些联署书 那当然你需要成本嘛 设备人物这些 这个钱这个当然该付 这没问题 可是如果是因为提供 比方说民众提供这个身份证的 让你去联署或干嘛的 然后就可以收到钱的话 哎 拍谁 这个是违法 所以拜托 现在还好 现在事情还没开始 可是有一些东西 不该碰的 真的不要乱碰 伯基哥我们刚刚提到了 真的有人会 为了这个300块钱 把自己的身份证直接交付出去吗 当然是违反选的办法 第二是郭董吉了嘛 陆续传言出来 就是因为跟地方派系 真的出问题吗 首先第一个就是说 这些讯息 到底是不是郭伴的官方讯息 这个要先理清 是不是有人 那个你知道 还在 那个叫主动先去 说我可以抠多少人 然后呢 再拿这个去跟郭董清款 这个可能要先理清 但是如果你从 黄世秋的官方说 看起来他对这个事情是不清楚的 而且他也警告大家不要这样做 为什么 其实这个东西有争议 怎么说 他确实有可能会构成 所谓的对价会选的问题 但是你注意看他那个文字 有意愿参与打工赚钱吗 大家记不记得走路工 在我们台湾的这个司法实务里面 走路工是可以判有罪 也可以判无罪的 因为你只要认定 他们这些人来 是真的有从事老物 真的有帮你 比如说他在联署站 真的有帮你去帮你贴啊 什么什么 有这个工作的实距 你一个小时给他200块 上无不妥 你知道 就变成说你要个案来认定了 可是以这个 如果今天说 你只是拿身份证 赢本给人家 你就给人家200块 这个就比较风险就比较高 所以如果今天他讲这个 工作人员 你去收集联署书 那才100块 老实说基本工资都不到 郭总 郭总 这个在败坏你的这个民生 一个小时基本工资 要多少 要一 现在是170几块 所以我觉得 这个事情 这点件事情 我觉得第一个 对郭总的联署会有伤 如果甚至你不能排除 这可能是一种所谓的暗黑战法 就是说我用这个方式 削弱你郭台铭在地方联署的正当性 所以郭台铭先生 现在他最麻烦的就是 不要那个联署还没公布 你都还没正式启动 结果地方已经那个 一堆骂身士急 因为老实说啦 你知道现在 外面走路工行情至少500块起跳 超少的 你300块有点 有点寒酸啦 这个 你知道这有讯息出去 人家会说 你首富耶 你不是说大家一起发大财 你的手笔怎么那么小 所以我觉得 第一个 这有可能是所谓非官方的一些热心的人去做 那这个赶快停止 如果今天是那种所谓的恶意的 把这个变成一个风向 那 郭董也得要该提告 要赶快提告 来老师怎么看 这300会不会真的很口 太寒酸了 二十余年前吧 我们在苗栗出来喊个洞算就500了 二十年前就500了 官司喊到排洞在洞算洞算 然后大家衣服 这个还要还回去 这样子 500元 那所以这300块 真的啦 我是个人认为这可能是外围一些阿爹 在那边 在那边自己觉得说 好像有一个赚钱的机会 我们来弄一下 那不会是这个郭台银的这个正式的联署站出来的消息 那实际上运作成本也不会这么低 就我的了解 因为时间太急了 这么短的时间内 你要伸出800个站的人力 机器等等 还要训练的呢 绝对是这点经费绝对不够 你单份成本300我觉得 是不见得像有些我们前辈说要到3000啦 但我觉得这个成本毕竟1000是很有可能的 因为你可能 大概1000块钱 对 你可能量在Longline那边很久也没有人来年数几份 可是钱就是还一直烧嘛 场地还是一直在烧嘛 各式东西租借也都是要钱 因为他不是买也都是租的 所以我个人认为啦 他的末端成本不可能会是这么样的低 那这个弄到最后一份出来 那一定是更高的 所以 简单来说 现在就是因为郭董都还没有一个官方正式的消息出来 所以外面可能疑似骗钱的 疑似想要搞鬼的 或者敌人反见记得都很多 过来你要解决这个问题很简单 你的正式版本赶快出来 让大家看看你的副总统是谁 搞不好你副总统一出来 大家超爱 就不用了 不用钱直接盖 有没有可能也是有嘛 所以郭董啦 万变不离其中 把真正该做的事情做好 选票自然来 连署自然来 来 彩卉怎么看 在地方有发现到 因为我刚刚提到土城某前里长 高手某前里长 你在地方看这么久 你这些里长有纯粹欲动想帮忙吗 我先说一下 如果是林志玲的话 可能真的不用这一些啦 不用所谓的300块200块啦 真的可能大家都抢得去连署 但是呢 我觉得真的就是因为现在郭董他们都还没有去有正视他们的东西出来 所以的确我们在地方上面也听说非常多非常多很鬼怪的事件 我听说的还不是这样子哦 我听说的是 就是真的就是我听说啦 是公读生性职 那所谓什么叫公读生性职 就是我帮忙连署 可是不是对价关系哦 它是没有违规的哦 也就是说我帮忙连署一份可以拿到多少钱 这样子 你我帮忙去找到张昭和的签名 张昭和的连署 然后把这份连署成功的话 OK那就是多少钱 这样子 我听到的是这样子啦 那当然这部分可能郭伴说这不是他们的人 但是的确就是有这样子 而且其实还不只是一个 有这样子的一个人 然后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存在地方 而且持续在用这样的一个手法 去再说去再动连署的这件事情 尤其土城那边的确是 我听到的最近的风声是比较多啦 土城河里嘛 因为他是这个郭董的大本营嘛 所以其实据我了解啦 新北市那边尤其是土城那边 其实好像据了解 我也是听说就是找来了 以前前明代的这个助理来帮忙 那为什么要找前明代的助理呢 第一个因为前明代助理 其实对地方相对比较了解 里长是谁 谁有组织要去找谁去联署 相对比较容易 这是我听到的部分啦 那甚至呢我觉得还有一个比较有趣的点 因为我以前在当记者的时候 跟地方派系的一些交往啊交朋友啊 其实他们是很阿沙利的人 其实他们都是很多 不要说是现金啦什么等等的 你要叫他们去写什么款项 比如说今天我要写炒米粉多少钱 更完汤多少钱 然后再去勤款 这些是对他们很可笑的事情 所以其实你从这些事情看下来 你就会发现最近对郭董来说 他旁边的人第一越占越少 再来的话其实也不见这些地方派系 那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呢 好我们聊到郭董之外 我们现在被打得很凶的是谁啊 是柯文哲一下说染黑 一下又说你们家有違建 现在又更奇葩了 四叉猫真的是爱上柯文哲了吗 每天都在叮 他说啊之前有个叫陶打界的是谁 叫吕美玲 他之前是国民党的基隆市议员 那因为这个降丰营区弹药库爆炸案 跟民众口角的时候 他说你讨中共打啊被大家骂死了 最后他退党了对不对 现在他po出一张照片是 这个基隆市议员吕美玲 他穿上了柯文哲的 哎加入了民众党啦 有没有旁边有KP两个字是 炎烧到台北松山的主委啦 松山的主任啦 中山的主任 昨天晚上呢 四叉猫这个一丢出来 晚上六七点的时候一丢出来 其实很多人都有收到 媒体都有收到这张图啦 就是有人刻意在丢啊 这个就是 有人刻意在捅 每天在给你出一个包 那当然这个吕美玲不算是黑的 前面那些可能比较黑黑 这个比较偏向娱乐面 就是他的言行比较夸张 大家会觉得你作为一个市议员 怎么会搞到自己好像是红色提名的 当时其实就已经传出 他可能加入民众党 好那事后呢 民众党发言人是说 他是要去加入柯文哲的这个相关的选举的动作 他热情支持 我们帮他做件衣服 可他有没有党籍呢 涉及个人隐私 这是我们不能讲 这不能讲 这是发言人的说法 但柯文哲今天呢 讲的他就有点忍不住 他就讲啦 其实原来就很多人 国民党很多人在谈要加入 我们要壮大嘛 但是就是因为呂美玲出了这个 逃打事件暂时要下来 好这代表什么呢 衣服早都已经做好了 人本来早都已经要进来 因为这个事情才停下来的 那当然柯文哲也知道 不妥嘛 如果觉得很妥的话 一定就让他加下来 加进来了嘛 那为什么这个东西现在要流出来 你如果真的觉得不妥 为什么把他剁掉 你是有差这一席嘛 对 这一席跟你的影响有这么大吗 你基隆都已经里让 基隆是极少数蓝白合作的地区 他都已经里让嘛 所以讲白了 就是柯文哲 要与不要之间 来回由于 这个人好像也不太适合 把他砍掉 砍掉出去又给我乱讲什么话 我们就介于 由与没有之间 薛丁格的呂美玲 所以我个人认为 柯文哲 如果要把最近这一系列 针对民众党基层 针对民众党可能将来的成员 所做的这些 很明显的操作的空军的作战 喊停的话 那他就自己要靠斩扎 该斩就斩 真的 民众党实际上不缺这些人 但是有了这些人 民众党可能会失去更多人 李宗哥你怎么看 难道真的现在柯文哲 就暧昧暧昧 这样子 让所有的年轻支持者 慢慢荡下来吗 他自己都讲了 他理想中的政党 就跟耶稣会一样 他就像耶稣一样 这些坏人 这些有问题的人 只要跟到他以后 就会变得正常 就会变成被叫化 所以我觉得 他现在当然觉得说 这些不管是黑道的啦 有帮派的啦 或甚至像呂美玲这种 言行举止 呂美玲是被国民党开除的 人歪爹 但他大概觉得他是耶稣会的 所以他大概什么都收 我可以感化他 对 所以他大概是觉得 他就是用这样的方式 但我觉得也OK 可是你在感化这些 你认为的 最外面的这些牛鬼舌身的时候 你不要忘记一件事情 你也起家属是那些中产阶级 你也起家属是那些年轻选民 当这些年轻选民 这些中产阶级 这些小资族 跟那些堂口的 跟那些怪里怪气的 那些名义代表 坐在同一个地方的时候 你觉得谁会先跑掉 你觉得是那些小资族 会先溜掉 还是这些怪里怪气的人 所以当师傅真的觉得他可以感化的时候 那你就必须有本质 去说服那些 当初把你 就是你最基本的那些所谓的 你的支持者 那些小资族 能不能接受说 我们柯师傅就是大度包容 然后我们愿意感化他 然后甚至这些小资族 大家一起一家亲 通通在柯师傅的感召体上 你做会丢 那我也是被委屈的 才会那个中餐区的民众囊主任 真的非常的大尾巴 我是不了解 因为我看新闻上说好 周一到周五晚真十点 请锁定 还你不把转 前后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为 scattered